好多人家都有陳皮 除了沖陳皮水喝 潤喉、止咳 還是入廚的好幫手 做陳皮牛肉餅 熬紅豆沙、熬湯 不過怎樣儲存陳皮 並不是每個人都懂 陳皮是甘皮曬乾而成 果皮本身含有一定的水分 就算曬乾了 水分都不會100%消失 加上空氣裡都有水氣 尤其是回南天 濕度特別高 如果儲存不好 陳皮就會受潮 不單會發霧影響了陳皮的香味 如果不及時弄乾 還會有機會生蟲 陳皮放在哪裏好呢 有人會放玻璃器皿 有人會放保鮮袋或者膠瓶 都不是好的方法 遇上溫差大的時候 玻璃器皿內外溫度差距大 有時會形成水氣令陳皮瘦潮 保鮮袋、膠瓶會散發膠味 影響陳皮的香味 不適合儲存 其實最好是用鐵罐 例如餅乾罐、月餅鐵罐等 因為是鐵製 製成材料中含有鐵的成分 鐵容易氧化 氧化過程中 鐵分子會吸收水分 形成生壽現象 所以鐵罐本身擁有極好的防潮能力 傳統餅乾罐都是鐵製 以防餅乾壽潮不好吃 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單單放鐵罐也不足夠 最好陳皮連鐵罐放在通風的地方 空氣流動 水氣不容易積聚 因為香港近海 回南天濕氣偏高 就算鐵罐也不能夠確保 陳皮百分百五瘦潮 最好每年定期拿些陳皮出來曬一下吧 出發 出發